翡翠原石的敞口 无疑是这一行业中最具神秘色彩的一部分 每个敞口出产的翡翠原石都有其独特的特点 像是一个个密码等待着我们去解读 首先我们来看达摩卡 这个敞口位于缅甸北部 开采出的翡翠原石以棕红色灰绿色为主 整体质量较高 它的原石多为半山半水石 个头较小 常常被用于制作耳环吊坠等小件饰品 再来看末弯机 这个敞口位于帕杆敞口以东 出产的翡翠原石多为黑乌纱 皮下有厚厚的雾层 末弯机的原石块头较小 常常被切割成吊坠等小件饰品 接着来看木纳 木纳是一个著名的老敞口 出产的翡翠原石多为白色 绿色 紫色等颜色柔和的翡翠 木纳的原石多为豆状 皮薄 常常被用于制作手镯 吊坠等饰品 还有皮壳厚重的帕杆敞口 这个敞口位于缅甸北部 出产的翡翠原石多为绿色 白色或蓝紫色 踏杆的原石块头较大 常常被用于制作摆剑 挂剑等大型饰品 最后来看蒙头 这个敞口位于缅甸北部 出产的翡翠原石多为灰黑色 黄褐色 蒙头的原石皮壳较厚 常常被用于制作手链 项链等饰品 每个敞口出产的翡翠原石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魅力 它们像是大自然赠予我们的瑰宝 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去欣赏 去珍惜